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常见错误第七集 譬如说你的发音不准 再讲一次 Your pronunciation is not accurate Repeat again 你的发音 Pronunciation is fine 不准 不够精确 Accurate 没有错 然后第二句是Repeat again 请再说一次 好像对 他们所有人我都不喜欢 I don't like every one of them 我不喜欢他们里面的每一个人 也对啊 他们可能有20个人 这20个人 每一个我都不喜欢 I don't like every one of them 没有错啊 我们接电话的时候 answering the phone 所以夸呼起来 那我们讲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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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ohn 我是约翰 对啊 那我们这是接电话 所以我们接电话讲 你不要讲receive 我们说answer 是回电嘛 但是不是打电话回去 而是 就是 answer就回答了 回答电话 你不要说receive receive是接受 当你要讲话 所以你要回答 所以answer你的phone 或是answer的phone call你的phone 打出去 call 就打出去 要跟人家讲话 call 所以我们就打出去 那你不要说打 用strike 用hit 不是 那完全中文是思考 接电话就answering the phone call in the phone 打出去 你说Hello Hello I'm Mary 也对啊 你接电话说 我是约翰啊 对啊 打出去说 你好你好 我是马力 也没错啊 那错在哪里呢 你不喜欢他吗 是的 我的确不喜欢他 中文在讲 OK啊 你说 Do you like him 你喜欢他吗 Yes 对了 你看中文 是的 我的确不喜欢他 Yes I don't 也没错 中文式的思考 Do you like him Yes I don't 我错了我道歉 It's my fault 这是我的错误 Fault 打球说犯规也是Fault 不管是犯规或者为例 犯规跟为例是不一样 打球呢 你犯规五次或者六次 职业篮球是六次 出场啊 不能再打了 为例 你为例一千万次 也不用出去 所以犯规跟为例不一样 犯规是Fault 为例是违反那个条例 是Violation 两个字不一样 Fault 六次滚蛋 出去不能打了 Violation 你违规二十次 也没关系 这是求权 换成别人的 这是我的错误 I'll give you an apology 我给你一个道歉 也对啊 你说 动词I apologize 可以 可是名字 我给你一个道歉 也对 所以你再看看 这几句 到底问题出来哪里呢 Your pronunciation is not accurate Repeat again I do not like what I don't like 一般口语习惯讲 I don't like I don't like every one of them 接电话说 Hello I'm John 拨电话说 Hello I'm Mary 不一定是John Merry 你说都是John Don't marry 都可以 这次举例而已 错到哪里呢 没错啊 我是谁啊 你不讲我是谁 他哪知道你是谁啊 可是不对 Don't you lie to him Yes I don't 是的 你不喜欢他吗 对了 我真的不喜欢他 中文诗的想法 对啊 It's my fault And I give you an apology 我错了 这是我的错误 我给你一个 道歉 全部是中文诗的思考 好那我们看看 要怎么讲呢 Your pronunciation is not accurate Repeat Repeat就重复啊 本身就重复啊 再次重复 我们说 我们再三重生 中文可以 英文就没这回事 就Repeat就是 所以有时候外国人 他觉得中文啊 这是叠床架屋 重复又再重复 不需要 英文也可以说的 很长很难 有时候很简单 也非常简单 Repeat 再说一次就好了 就重复了 那你说Repeat就重复 干嘛还要再一次呢 你说你 你再讲一次 Could you speak again 就可以 可是Repeat就重复了 所以Repeat again 叫叠床架屋 Redundant 不需要的 这是英文式的 他们的想法 就是这样 中文是 没错啊 再说一次啊 可是你再说一次 可是Repeat 这就是再说一次 再做一次 再重复一次 他本身就这个字啊 他们所有人 我都不喜欢 I don't like anyone of them 不要用everyone Everyone是肯定句 不管everyone或someone 肯定句 否定句 就是anyone 或者any every 或者everyone any 或者anyone 一个是肯定句 一个否定句 所以每一个人呢 我们用在肯定句 any 是用在否定句 你可以说 I like everyone of them 或者I like someone of them 不喜欢 否定句 I don't like anyone of them 所以这是 英文式的思考 那比如说 接电话的时候呢 answering the telephone Hello Hello this is John 打电话出去也是 Hello this is John speaking 就多一个 这习惯性讲法 没什么道理 他就说 打出去 this is John speaking 人家一听就 哦 是你打来的 那如果接电话 就没有说speaking 但你要 硬要讲speaking 也可以了 就是this is John 就可以 那这个 什么事的 思考呢 就说 你说我是谁 可是 人家在那一头 接电话 你在这边说 我是谁 那人家谁知道 我是谁啊 当我们打电话 说我是谁 那对方听起来 就是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搞不清 就说这是谁 这是谁 是不是 比如说 你打电话 是不是 打给那个 不认识的人 那人家 比如说 你报案 或什么 我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老师 你说 我跟你讲 人家说 你谁啊 你在报案 你是谁啊 你是嫌疑犯啊 还是那个 受害者 还是路人家 不知道 你要说 这是一个路人家 打电话给 哦 你是路人家 这是一个受害者 打来 这是一个旁观者 是一个 一个 witness 是一个 是一个 那个证人打来 所以 打电话 你要现在 要知道你是谁 可是 你不要说 你是谁 我是谁 要说这是谁 这是英文式思考 用中文不好解释 所以表明立场 这是约翰在讲话 这是玛丽在讲话 你还听 哦 约翰这是约翰 可是你说 John and Mary 他就认为 你并不是很客观 所以有时候 语言东西 他也不好解释 那反正 我们就记住 接电话说 This is John speaking 或This is John 通常 接电话 This is John This is 比如我的英文 是Ronald This is Ronald 那打出去 This is Ronald speaking 这是我对你讲话 Speaking to you 省略掉to you 所以我们就 不要再讲 一件话 Hello I am John I am Mary This is John This is Mary 这是英文 英文式的 所以有时候 中文是思考 跟英文差很多 Don't you like him No 反正前面怎么问 前面是肯定 就跟肯定 前面跟否定 就是否定 就是说 当然 这个详细讲 也不是 人家用肯定 你也可以用否定 就是我们就用 这句来讲吧 不然的话 太复杂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他 No I don't 你是同意他 没错 你说前面是错的 Yes 就肯定你 可是英文里面 我不喜欢他 他主要是跟在后面 No I don't 或者 Don't you like him Yes I do 你说 你不喜欢他吗 对 可是不是 他是 Yes I do 我喜欢他 所以他是跟着后面走 不是跟着前面走 前面问 Do you 或者Do you like 那是你在讲 但是你说 Yes I do No I don't 我不管 你问的是 用肯定去 或否定去问 但是我回答说 Yes I do 就我喜欢他 不管你是问 你喜欢他吗 你不喜欢他 不管 你说Yes I do 就我喜欢他 你前面用肯定否定 都一样 我喜欢他 就是Yes I do 不喜欢他 No I don't 所以人家一听 就是 Oh Yes I do 那你至于 你用肯定去 否定去 你搞不好 讲完你有忘 反正你就说 Yes I do I do 我喜欢他 No I don't 所以就这样 就你不要管 他前面是肯定 或否定 我错了 我道歉 It's my fault And I owe you an apology 英文习惯 欠你一个 他们用中文讲 欠你一个道歉 不是给你一个道歉 因为道歉 给就是说 我给你钱 主动的 可是道歉说 一定是我做错了 什么事情 所以我欠你一个道歉 一定前面有个东西 因为你前面没做什么 你干嘛道歉 你没事 你说两个人 今天第一次见面 我给你道歉 就像说神经病 我们早上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或我们这个礼拜 第一次见面 你给我道个屁 道什么歉 一定是你讲话伤了他 或者你踩到他脚 或者你讲什么话伤了他 所以他欠你一个道歉 这个逻辑上讲得通 那我给你一个道歉 你说我给你一个礼物 我给你一个什么恩惠 那可以啊 我喜欢你啊 不行吗 我前面也没什么英国观众 我去喜欢你吗 我今天心情好吗 可以啊 可是道歉 一定是我欠你嘛 你没有伤到人家 你干嘛道歉 没有人说 我没事 我就喜欢道歉 我也没做什么事 你说道歉 人家说你做错什么事 我没有 我就喜欢道歉 那不是很贱吗 就没有这种人嘛 所以英文式思考是对的 我前面做什么不对 你看 It's my fault 因为我做错了 所以我欠你一个道歉 就我要跟你道歉 所以这又是中文式的 跟英文式的这个思考不一样 那这边是我七个Youtube视频 现在没什么人看 但没关系 我们对自己的作品 有信心 Youtube也不推荐 没关系 这个也没有 也不是网红 亲戚朋友 全部都冷漠 没关系 所以现在订阅很少 但没关系 迟早会碰到有缘人 所以我们做 国富革命十次吗 你说革命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一旦说不用啊 你看死了那么多革命烈士 害很多年轻死掉 你都失败了 三次四次五次 你还搞 所以我们说没关系 这为了国家 我九次都可以 就九次还失败 他说这九次失败 你要凑个十吗 对 第十次成功 所以我们要有种信心 那我们最后把它念一下 正确的是 Your pronunciation is not accurate repeat就可以了 不要again I do not like anyone of them 否定去用anyone 肯定去用everyone 或someone 接电话 接电话不敢 接电话 播电话 就是收电话 接到电话 或者打电话 都用this is 再加你的名 不要用I am this is john this is mary don't you like him no i don't 我不喜欢 只跟着后面 你的答案走 而不是跟在前面 不管他前面用什么 你后面 就是一句 yes i do no i don't it's my fault and i owe you an apology 要道歉 我们说欠你一个道歉 而不是给你一个道歉 因为你前面做错了 所以这些都是中文跟英文上的一个差别 所以你犯这些错误的话 老外当然有的会跟着你 有的也不跟着 他说我碰很多 你们咬头人都是这样讲 他也不讲什么 所以老外有时候他不讲什么 并不代表他不介意 不在乎 他笑在心里面很大声 你听不到 那有的当然不客气 他直接说 但是有的时候不行 你譬如聊天的时候 他无所谓 他也懒得跟着你 或者因为礼貌观 可是你说那老外无所谓 有的时候就不行 你去应征工作你就完蛋 应征工作他就不客气 不行就是不行 就有些环境人家就来真的 那有的时候人家客气不来 可是我们不管是怎么情况 我们英文既然要学 我们还学正确一点 而且你有时候英文真的讲得很棒 有时候有些单字用的蛮深的 有时候你用一些礼语 用一些成语 有时候意思多译 你用其他意思 那老外很尊敬 你说哇 你这学英文学很好 反正人都这样子 你表现好就会 就会那个吗 所以不要老是说美国人 白人 有那个歧视 那你有没有东西拿出来吗 你没有东西拿出来 你就是移民 然后就是 就是去念书 然后说我是亚洲人 我可爱 你要喜欢 没社会师啊 人家干嘛喜欢你 你又没货 搞不好吃冰狼啊 又怎么讲话又很大声 讨厌都来不及 可是相反的 你英文讲的不错啊 讲话有礼貌 外国的规矩你都懂 三不五十 表现出一些特别的 老外喜欢你都来不及 所以有时候种族歧视 有没有 确实有 可是可以打破啊 对不对 我们也不见得喜欢黑皮肤的人 你不要说白人 歧视黄总人 那黄总人你会喜欢黑人吗 大部分人可能也是有点意见嘛 但是 但是重点还是说 你有没有教养 有没有学士 有没有礼貌 有没有专业知识 这才重要 你说我什么都没有 人家干嘛喜欢你啊 你都有 人家怎么会讨厌你呢 这车员啦 这一级交到这里